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Cat 最近兩個月 中國有多宗互聯網金融大案宣判 幾位奇蹟崛起的網泰富豪被判無期徒刑 有分析認為 中共當局利用互聯網金融收割員百姓 最後卸磨殺路 今年12月7日 網泰龍頭紅領創頭董事長周世平等人 非法集資案一審宣判 周世平被以集資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判處無期徒刑 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其餘17名被告分別被判11年至2年06個月不等刑期 並處罰金 據法院公告 2009年至2021年 周世平等人累計向48萬餘人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約1090億元人民幣 2020年6月 周世平承認紅領創頭的三年清退計劃 將難以按期完成 2021年7月 周世平等幾十人被捕 剩餘代對付帳款共158億3,700萬元 將近12萬投資人權益受損 今年11月29日 深圳市中原對民生威非法集資案一審宣判 深圳市民生威投資等三間有限公司的創辦人 實空人林文峰被以集資詐騙罪判處無期徒刑 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其餘11名被告人因參與集資犯罪 分別被判9年至2年不等刑期 並處罰金 法院公告稱 2009年11月至2020年7月 林文峰等人先後設立民生威公司 大運通公司 公信營公司 以P2P網貸及民間借貸形式 向15多萬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386億元 期間 林文峰等人明知公司資金缺口巨大 仍繼續進行非法集資活動 所務資金主要用於還本付息 支付經紀人佣金等非法經營用袍 集資詐騙超過118億元 林文峰過去曾擔任香港衛市總裁 深圳市高爾夫球會主席 今年11月14日 上海市第二中院對紅相財富實控人何元 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 一審宣判 何元被判處無期徒刑 並處罰金340萬元 據公開信息 2014年至2019年 何元先後承諾紅相財富上海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等 多間紅相公司 其銷售的紅大寶理財產品 累計有5億多元的本金未兌付 紅小寶理財產品 累計有11億餘元的本金未兌付 今年11月3日 廣東省高等法院對小牛集團非法集資案作出終審裁定 撥回上訴 維持原判 深圳市中院7月14日對小牛資本管理集團有限公司 主要負責人彭鐵等26人非法集資案一審宣判 小牛集團旗下的小牛線上曾經是廣東最大的P2P平台之一 累計註冊人數超過600萬人 2017年之前 小牛集團小牛資本在深圳紅極一時 在中國150個城市都設立了經營公司 業務版圖還延伸到紐約 倫敦 杜拜 新加坡等國際金融中心 即使是NBA的小牛籃球隊都成為小牛資本的戰略合作夥伴 2019年7月 小牛線上產品逐漸爆布 2020年小牛資本最終正式爆布 2021年1月 彭鐵等63人被捕 帳戶被凍結 凍結涉案公司股權9,991萬股 1,056個房產被查封 而2022年12月 上海網泰大佬大志康的宣判公告中 將出借理財產品的錢 和非法務集資金的錢數清楚區分 大志康非法集資金額近600億元 被判認19年 而同在上海的紅上系大佬何元 則因非法集資100多億元被判無期徒刑 前後兩者對照後 顯示中共當局現在對網泰徹底否定 P2P網絡貸款在2013年後被中共當局 作為互聯網金融創新的一種方式 事任中共總理李克強等政府高官 也曾多次鼓勵網泰 中共央視更在2013年至2015年間 數十次正面報導P2P網泰 稱其在緩解小美企業融資欄 滿足民間資本投資需求等方面 發揮了積極作用 數量最多的時候合法註冊的P2P網泰 有將近5000間 自2016年起中小型P2P平台出現爆煲潮 2018年起各大平台也相繼爆煲 未償還案揭替貸款13000億元 數萬計P2P受害人血本無歸 成為P2P金融難民 這些受害人上訪維權 吸收到政府的打壓 當時出現過無數中受害人絕望自殺的案例 當時李克強也因P2P網絡金融災難 而受到民間批評 2020年11月 中共官方宣傳 全國實際營運的P2P網泰機構 已經完全歸零 今年3月 中共前央行行長易剛說 過去5年累計立案查處非法集資案 大約有2萬5千宗 女美時事評論人士唐靖遠 12月10日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現在認定P2P就是非法集資 其實等於自打嘴巴 因為這些P2P平台 過去也得到了官方審批和背書 現在將所有的責任都歸咎給網泰平台大佬 其政治動機遠大於經濟意義 這些是中共高層 是因為經濟危機找不到出路 而尋找替罪羊 本質上是一種卸責的行為 唐靖遠聲稱 P2P平台中大量存在國資背景 甚至有不少紅二代直接參與其中 比如中共黨魁的外生女就是例子 P2P平台所有的封控措施 包括了銀行傳管 ICP認證之旅 已經完全成為一紙空文 以至於平台高層 可以隨時捲巨款走路 這種監管的高度缺失 絕非官員疏忽的政策漏洞 根本上是中共體制問題 金融失控損失巨大 中國民主黨海外分部主席王軍濤表示 如果要追責李克強 那麼中共黨魁的動機就是 經濟形勢不好 就要找人來承擔責任和什麼 中國資深金融國人士 發名劉彥林 此前曾向新唐人透露 當年中共有意扶植P2P平台 利用喉舌 半官方機構 鼓吹金融創新 然後銀行再將外賬 壞賬 打包賣給P2P平台 政府再默向P2P平台 包裝這些不良資產 進行融資 賣給不知情的老百姓 而融資得來的錢 最終又給回銀行 而金融危機就轉嫁給老百姓 中共審判網貸案已經到了尾聲 司法部門罰沒收海量資產 但大量網貸受害者表示 至今仍未得清退款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專題報記者 何嘉幸採訪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訂閱、點讚、訂閱、按鈴鐺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或許訂閱、按鈴鐺 按鈴鐺 Talk 推出 Ę